在上一期Gilogam教程里 我向大家介绍了VNDB这个非常优秀的信息网站 也预告了这期视频将会介绍一个攻略网站 这时候就有人问了 Gilogam也需要攻略吗 我的回答是 是的 需要 你且不说蓝丝啊 多纳多纳 战女神啊 这种偏向RPG SLG的Gilogam 这些游戏在一些玩家里甚至都不算Gilogam 那我们来看看一些大家都认可的Gilogam吧 比如说其中密赛 它的攻略有多长 你来看一看吧 看完你就知道攻略到底有什么价值了 好好加换 这游戏你要是不看攻略想全世界逆得多久 是吧 这时候有人就要问了 这种游戏那也是少数吗 多数游戏没必要搞什么攻略吗 那我再从各类游戏中举点例子吧 比如说时钟机关的雷赖 爱烂的 最终吃汉电车 这几部游戏没有攻略 那真是比较头疼的 那好吧 就算你觉得要么还是少了 那我再换一个角度 如果你只是想推一个具体的角色 或者想直通提议节省时间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还需要有一套攻略 来指导你通关 你玩个拔作 很急很急 游戏又谈了你看不懂的选项 难不成你还穷去法一个一个事 那多累啊 是不是 不合适吧 是不是还得找一套攻略 来引导你走入你想要的结局 那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有哪些网站可以查攻略吧 说到攻略呢 大家可能想做的是 阿迪范们这个网站 但是今天我们不介绍阿迪范 我们这个系列就不介绍中文网站了 那毕竟我告诉你有这个网站 你随便搜一下 应该搜得到吧 这次我们来说一个尼宏的网站 叫尘也的布屋 实际上呢 阿迪范里很多的攻略 都是copy尘也的布屋的 都是从这搬运的 特别是那种很冷门的 或者是刚出的 特别是每个月我练的那些网站 你有尘也的布屋 直接看日文 那反而会方便一点 好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进尘也的布屋吧 其实吧 你要直接摆渡 尘也的布屋 也是直接有的 但这个网站不太对啊 比如你直接点开 是什么呢 是这么一个贵东西 你要把后面就会删掉 好 才能进 实际上这个网站呢 也是要有一点科学的上网方式的 这里就不细说了 那么好 进入网站以后呢 你先看最上面一排啊 这个info嘛 就是网站的基本信息 改信息就可以自己看 这个PC game攻略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了 我们等会儿细说 美少女game攻略 其实这个是主机平台的 你看上面写着 PS3 PSP XBOX 基本上不是我们想了解的 这个save嘛 就是存档 这个玩意儿有什么用呢 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们等会儿介绍 这个个人博客嘛 那也不是我们今天要说的 这个揭示板 揭示板呢 揭示板也是啊 就是那种联系运营的 我们今天没关系 这个别管嘛 就是一些全年龄游戏的了 你看全年龄PC game攻略一览 其实很久没关系了 所以我们这个也不细说了 反正和这之后我们要讲的 是完全一样的 那再看下面啊 左边这个是推进的游戏攻略 感觉是很有名的游戏 哎呀有这个游戏啊 那么等会儿细说啊 等会儿细说 中间这列呢 是那个更新日志啊 我们最近推出了什么新的攻略啊 然后下面就是一些游戏的情报啊 那情报 看这个我觉得有点慢了 其他的这些地方 全都是广告位了 都是推的Galogam的那个广告 那我也不好往下翻了是吧 那不翻了啊 再打马好累的 就这样吧 那好 我们来看一些正题 PC游戏攻略 攻略嘛 这个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好介绍的 主要是给你提供一个检索方式 陈写里面内置两套检索系统啊 一套是这个五十英的检索 一套是那个Google提供的检索 这五十英嘛 我想这个对国内玩家来说 要求比较高啊 这个比较难 那算了 就不说了 还是用这个谷歌提供的搜查 还有另一种我比较喜欢的方式来搜查 不过这个谷歌提供的搜查呢 其实也是依托于 那个日本的原标题来搜查的 你又如果你真的什么都不懂 跑过去搜个中文标题 那实灵实不灵 那谁知道行不行 那这里我们就要联系到上期说的BNDB 比如说我们要搜上底 我复制过来 哎 有发现前面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广告吧 这是 你看这是什么亚马逊 这个都就不管了 要往下翻一点 你看看 刚刚的四重搜的攻略 四重搜的攻略 不同版本的攻略 这都有 这是一种方法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Ctrl F 你用网页内的搜查功能 其实也不错 你看啊 其实也挺方便的 这种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方式啊 那个 想用什么 其实都可以 我们先来看看 相比内部的一些细节吧 好 我们进入了攻略的那个细节界面 一个一个看啊 最终更新日 其实它那个攻略更新日期 那个就 这个一般不会改 所以这个可以不用看 这个东西呢叫做 是否可以无盘读取啊 这个是玩实体的 那个 有什么好说的啊 后面这个叫可使用的存档数 可使用存档数80 有些游戏很少的 比如说十啊 五是游戏 那么三 哎呦 就特殊未恶性了 八十完全够用了 你说八十还不够用 那那我没话说了 好吧 最后那个叫 叫是否有修正补丁 那修正补丁呢 就是修复bug呀 之类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就主要看 你的具体游戏了 那就这里就不多介绍了 然后这个呢 就是会是官网之类的 连续就是会是官网 后面这些就是一些备注了 那什么 四个个人线之后 自动进入final 然后支持4k的 下面是支持4k的那个版本发布了 PS4版本和vita版本是一样的 然后后面这就是那个相关游戏啊 那链选 线魅 然后其他一些版本 还有些X1X2 那下面就是正式的那些攻略了 然后比如说啊 比如说我要进梅啸线啊 我要进梅啸线 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从一开始看啊 啊应该是跟着这些 来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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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选一个选 选到这里 哎 save1 save1 在这里存到啊 如果我要进明日相信呢 我就选 我就选这个 我就选这个 好 选这个 然后就进这个了 然后save1 那save完之后你就看load 哪里load1呢 save1 啊 下载save1 save1啊 选这个 哎 看到要save2的时候啊 save2就知道我 就要转了 你不转这是选定正白线了 load2 然后给这个啊 save3 load3 好 选这两个啊 这是转向线 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意思 然后呢 它还有一个记忆功能 比如说呢 我完整完整 哎 选了这个啊 我就把这个勾上提醒一下 下次看 哦 我这个已经选过了 然后下次就选这个 这是一个记忆功能 辅助你推游戏的时候用的 后面这些主要就是有些相关链接了啊 就是那么哪里可以买到的这种啊 这里就不多说了 好吧 那么我们换个游戏再看一下吧 就看啊 我刚跟你说了要看那个游戏是吧 看一下啊 啊 这个就比较比较比较多了 还有一堆一堆的 因为这个游戏是游戏性比较高的一个东西嘛 它就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提示 我们稍微翻译一下 稍微看一下吧 就每一次都是那种 是那种游戏性的提示啊 如果你玩过 如果你看一下 你其实你看中文和日文其实都差不多 我看不懂霓虹话 但是我大概知道它说了什么意思了 如果你要看这个游戏走的话 你就先翻用 翻用走一波啊 然后到这里 做一个1啊 可以开始选择线了 选择线路了 条件什么条件呢 什么时候会出现啊 它弱什么 都有写着 有失败啊 失败可以告诉你怎么弄 save啊 攻略完成啊 换到别的人物啊 其实你如果玩过这个游戏 你就知道这是它什么意思了 就是你看攻略吧 你是不光看 感觉哎呦好麻烦好麻烦 但是如果你实际玩了 你就招忙花虎 其实两下就活完了 是吧 很快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save啊 save就是存档嘛 存档就是 就是你 完全不想玩游戏啊 你也找不到save怎么办呢 你这找个存档啊 我这么一放不就成save了吗 对不对 比如说陆之一 你就点击这个 dl 接下载 save会像百分之一百 不过它没有放在哪里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啊 这个就可能就要 讨厌你自己的水平 其实这个放在哪里 这个问题 怎么集中选择 就基本上就这么几个地方 你找一下就知道了 你实在不行 你就搜一下嘛 其实这个东西百度 是百度得出来的 去阿迪范这个就写的比较清楚啊 这个就没写那么清楚了 然后这个存档里面呢 其实它那个谷歌都没有了 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说要用这个 浏览器内置搜查 那个你看那谷歌的这里都不能用是吧 可是内间搜查比较好啊 像我们继续搜 仓制比方的磁装揍 再搜 哎 这有了吧 对不对 那好 陈远的不误 我们算是介绍完了 这个视频到这也就差不多结束了 那视频的最后 我想说一下啊 就是这个 这个系列的初衷呢 它是对萌新的一些介绍 或者是对一些 可能玩了很久 但是 对这方面不太了解的那些观众 来向他们去介绍一下 这个东西是怎么用的 比如说像上期的VNDB 这VNDB可能 可能大家都说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你为什么还要介绍呢 大家都会啊 但事实上就是真的有人不会 真的有人不知道 或者是你知道这个网站 你不会用 那那怎么办呢 那我不就做一个吗 对不对 那么本期视频到此也就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